大家好 我是游子 这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六点半我总是醒了 然后在床上 想着今天要干些什么事 就睡不着了 七点钟我就起来了 还好我起来了 今天礼拜四 我天哪 那隔壁的花架 左右两边的花架 都七点钟来 因为天热了 他们都来得早了 然后呢 古风机 哎呀 Sam实在睡不着 他也起来了 然后我就穿上防晒衣 还有穿上紧身裤 袜子 然后穿上雨鞋 出去干活去了 你们看看我 干了些什么 我跟你说累的我 但是没办法 我答应Sam今天给他做肉丸 然后我自己也早上拿了 那个两条鱼出来 那是六条鱼的一包在Costco买的 所以呢我先拿两条 然后再把它分了 当初买来的时候 也是累了就没分 所以早上我拿出来画一下 我想等我干完活 应该可以画了 然后我跟Sam也说了 我说你到十点钟提醒我 把我叫进来 这是昨天晚上太阳落山的风景 现在我给你们看看 我干了一些什么活 昨天下午 我房间里很热 所以呢我就到后院来乘凉 乘凉的时候我发现这棵西兰花台啊 你看那叶子给冲吃的 哎呀像破步一样 所以今天早上我就想好了 下定决心 把他拔了 我跟你说本来想给他留两个星期 我现在想一想去不能留了 而且我发现 他那个要出台的那个头啊 都给冲吃了 出台的头是最嫩的 所以我就想 哎 他既然出不来台了 下面那个台还是很嫩的 所以我把它拔了以后 我准备把下面那些台剪下来 还是可以吃的 我把这块地清理了一下 然后翻了一下土 哎 我发现这块地下面蛮干的 也没什么虫 哎 索性今天就把几颗丝瓜 这个是菱角丝瓜 我育的苗 大概有三棵好了 还有两棵还很小 先把那三棵种下去吧 这里正好差不多 就是一个平方嘛 我就把后面那些草啊 什么的全都拔 然后我去拿了一些 这个固体肥 给他撒了不少固体肥哦 现在再拿个铁锹 把它这个地啊 翻一下 这样 这个肥就在底下了 这就是底肥 现在苗还很小 它还不需要肥 如果需要的话 等它长到三片叶子 其实第三片叶子已经出来了 我可以再加一点液体肥的 我翻地的时候就仔细看了 哎呀除了它那个叶子上有青虫 其实那些青虫啊 已经都晒死了 这几天蛮热的 西瓜虫一颗也没有 前几天有个网友说 哎你那个人参果有一个棚 里边好像有很多虫 对就是西瓜虫 他说你怎么把它弄死啊 我说掐死就是了 然后它也就这个季节 你把它掐死了 它就是来生子的嘛 然后你把它的自生地翻一下 我就是压了好多土 所以这些虫子也会死的 再说这么大的太阳 人都要热死了 那就不要说虫了 然后我就挖了几个洞 大概差不多前面三个洞 后面三个洞 中间挖了两颗洞 然后加了一些这个颗粒肥 现在我就是要浇水 要把每个洞 这个水啊都浇透 因为我挖洞的时候就发现 特别的干 你看那个叶子长得 根本没办法浇水 我就是在下面浇水了 它一会儿就干了 所以呢 这块地差不多就是 三个foot长 两个foot这么宽 那么一块小的地 我就给它浇了好多水 你看啊 这个水很快 它就往下沉了 因为我这是沙地 它厚不住水 我虽然是改良过了 我放了好多pe moss 还有你看有一点白的 那个就是珍珠盐 它们都可以纯水的 但是还是这个不够啊 我就拿了个水龙头 对它们这个喷 现在我拿了三颗这个丝瓜 我用锡纸把那个杆子 下面都包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很有用啊 我今年几乎砍头的苗很少 如果砍头的 那就是没放锡纸 放了锡纸的都没有砍头 所以你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现在下了苗以后呢 我又给它浇了一些 花苗水 中间呢 还有那两颗 我准备种那个蜜瓜 我正好还有两颗蜜瓜的小苗 一直从没地方种 我这里也是准备种三排 等它长起来了以后 后面呢 我丝瓜 为什么种丝瓜 它丝瓜爬得很厉害的 所以让它靠墙走呢 它就可以 往墙上的往上爬 那蜜瓜呢 无所谓 它在地上爬都可以 然后前面我现在还不知道 种什么 反正到时候看吧 如果要种的话 我前面插三根杆子 然后上面就可以跟 那个围墙上的墙 正好连在一起 所以呢 我种的时候都是 前想后想都想好的 现在 清理一下鞋子 清理一下地 然后 浇一下花苗水 这块地 我就弄好了 这里还有五颗西兰花毯 我爬到里面 因为那三颗是种在里面的 里面是两颗 对 外面是三颗 我到里边 把那两颗都拔了 确实 我跟你说 也是给虫吃的 哎呀 不堪入眼 我进去 拔的时候 Sam就出来了 他说九点半了 我提醒你 还半个小时 我说我半个小时 肯定干不完 我这样吧 十点半你再来叫我 他说好 给你延长半个小时吧 我钻到里边 把那两颗拔掉了 这里边呢 还有两颗是飓风葡萄 现在长得快有 两个foot那么高了 我是准备 让它们往墙上爬的 所以呢 我现在要把这个 拔掉以后呢 可以给它们 多一点太阳 因为这个东西啊 西兰花毯 长得真的是太高了 而且还有 有的叶子 你看外面 有一点白粉病 里面倒是没有 里面的 长的叶子 就是给虫吃了一塌 但是还没有什么白粉病 另外我把这里的花豆 哎呀全都拔了 为什么 那个花豆啊 长得已经太老了 没来得及吃 这几天因为 做烧烤啊 做什么呢 所以就没有 去注意这个花豆 还有几根比较细 它还可以长 反正我上上下下都仔细看了 应该都给我采摘了 前几天我也采了不少 今天又采了一大把 手都快要捏不住了 留着一起吃 这个架子啊 这一边是豆 那边是南瓜 然后现在就往那边倾倒 我在这里又插了一根粗的杆子 因为那边的南瓜太重了 一个南瓜已经长得像手掌那么大了 但我又不舍得采摘 因为它颜色还是很淡 还有好几个南瓜呢 怪不得它往这边倾斜 我在背后又看到了一个南瓜 这是我今天刚刚种下去的 上面也有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 很奇怪 这个是绿颜色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南瓜 有可能不是南瓜 好像是甜瓜 然后这个后面你看到吧 还有一个 所以这个架子就往这边倒了 所以这个架子不能这样搭 像我前几天搭了这个架子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再来看看这五颗西兰花毯 我拔掉后面两颗 中间一颗 现在干净多了 但是这两颗我还是要拔掉 只是今天一下子搞不了那么多啊 我现在要把这些枝叶都要剪下来 然后要把那个头 弄的部位剪下来 估计剪下来吃也一下吃不了那么多 所以那两颗我就先让它种着 今天真的是Lucky 没有太阳 所以我还能干活 但是我知道到中午的时候一定会有太阳 你看我就把这个弄的剪下来 然后把这些杆子 粗的 这些老的都不要 叶子也不要 所有的枝 我把它给剪下来 现在以我的经验呢大家也说 这样的杆子啊就中间那个煮干啊 对肥是要花很多时间 除非你把它切得很细 那我们觉得没必要啊 所以我就把这些枝都剪下来 朋友也是 把它剪下来以后中间这个煮干就扔了不要了 这些枝说实在的 我看了 虽然没看到几条虫 我相信是这几天热了 有的虫有可能已经死了 但是之前它吃得蛮凶的 真的差不多就三四天嘛 看了好好的叶子 就怎么看了好多洞啊 但是你去找虫的话 真的也是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呢我也不想去抓了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每天晚上早上 他就出去抓虫去 我也不想抓了 就像昨天一个朋友说 这些虫你怎么杀 掐它 能掐的掐 不能掐的就把它的滋生地给破坏了 因为我们种的是有机材 绝对不可能用杀虫药的 西瓜虫还可以 还有点这种颗粒药 它还可以吃了会死 但是这种白蝴蝶撒的那个青虫啊 真的是都懒得去喷它 因为这个菜说实在的 不是这个季节的 我种的这个角落 冬天是没有太阳 我也是因为苗发多了 其实我已经吃了很多 所以说 现在它稍微有点太阳了 前几个月根本就没太阳 所以也种不了夏天的东西 我呢所以就也不想种 就让它去那边长 但是现在不行了 越长越高了 而且已经影响到我里边两颗 巨峰葡萄了 所以我必须得把它们砍了 还剩两颗 今天其实砍了四颗 所有的弄的部位 我都剪下来了 剪了满满的一筐 然后这些叶子啊 就是嫩的叶子跟杆子呢 装了我那个小推车上 也是装的满满的一车 好高啊 现在我要把它们清理一下 把那个煮干扔到外面去 Sam说你放到前院 我扔垃圾桶 我说行 不管怎么样 他还帮了我一点忙 他说Lucky今天没有很大的太阳 如果有很大的太阳 我估计我是干不了那么多 本来我还想把前院的残斗 给拔了 但是实在干不动了 我跟他说 我能把后院全部清理掉 已经是很好了 现在我要把这些叶子 堆到我的堆肥桶去 因为我不想让它在这里晒了 看 摘了满满的 一大筐西兰花苔的苔 我准备今天中午就把它全都烧了 估计会满满的一碗 今天有可能会吃不完 我没有采摘那两颗是对的 一个呢吃不完 另外一个说实在 我真的有点累了 汗流满面 因为还是慢慢感觉 越来越热 越来越热了 早上还是很凉快的 你看我包得严严实实的 现在再把地扫一下 地里的这个土呢 我准备放到第一个堆肥桶 这个车上的叶子呢 我就把它堆在 有两个桶我可以塞 塞不进去后面还有个桶 一共有三个桶可以塞 应该今天全部都可以塞进去 因为我怕Sam说 你又把那个后院弄得像菜地 所以呢我赶紧把它清理了 现在我去看一下 我这个可以放一点 另外一个 然后前面有两个 因为太阳很厉害 果然你看到 我放的满满的 而且是晒了两次了 太阳一下它都下去了 所以你看我又塞进去那么多 两个盆几乎把所有的叶子 全都塞下去了 那前几天我不是还 捡了好多番茄叶子吗 那个叶子我晒了两天了 所以没多下来多少 我就放到里面那个盆里面 两个桶都堆得满满的 待会儿来把盖子盖上 先把车里的这些叶子啊 还有土啊 先放到另外两个堆肥桶去 这一车东西 几乎全都可以放下去 地上扫起来的土 我全都放到这里去 因为上面已经盖了叶子了 那就是最后就是要放一些旧土 这三个桶啊 不仅有太阳 而且很热 所以一个夏天下来 它一定完全都堆熟的 堆熟了以后 我就已经想好了 我买了两个种植床 就准备放在这两个种植床里 都下来的我就放了里面一个桶 这里呢有热量 但是太阳不太有 有人说堆肥一定要有空气 那个盆里边一定要打洞 我什么都没做 就买来垃圾桶 就这样直接堆 照样堆出来 当然如果天冷的地方 你真的是堆不出来的 只有洛杉矶 而且是我们家这个位置 一个夏天 这些全都会变成土 来吧 来吧 才能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说明 是什么都没有 宣布 练杉矶 成坏 里面 第一次 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